哪一個面相會嫁入豪門呢 照這個面相來看 XX在家裡背景就不錯 他應該就不是一般人 男人跟女生都一樣 耳朵只要正面一筆眉毛高 30歲前 喂 媽咪 好怪好怪 小雞 大家好我是白癡公主A減知悉 小雞 今天的來賓呢 是人生名譽設計系的系主任 簡少年 嗨嗨嗨 你是會看面相的嗎 對啊 那除了看面相的話 你看身材有沒有辦法看出這個人個性 身材大概可以看出來了 譬如說很瘦很瘦的人 一般來說情緒都比較敏感 但是像妳眼睛 沒有啊 所以你就是屬於 覺得以事業方向來說是好的 因為這樣的容易在事業上也突破 那這種人適合談戀愛嗎 這種人適合談戀愛 因為但是我覺得最後的結局 和體驗 往往不是那麼好 但是過程很美好 那這樣的人 通常第一半要找哪樣的人 因為你的 你已經太大了 所以你其實還是適合找 眼睛大但是臉圓一點的 會比較好 臉圓一點 可以胖但是眼睛不能小 眼睛小我覺得 你跟他相處起來不快樂 你會覺得不浪漫 不好玩 可是他如果說那麼胖的話 會不會看起來 現在JJ也很小 現在跟他脖子長度比較快 還有手跟他相有關係 你覺得面相有分種類嗎 寂寞水火土啊 有啊有啊 就五行人 但你就是火行人啊 為什麼 就是你臉很窄 可是顴骨很飽滿啊 所以我顴骨算很大嗎 因為我媽顴骨很大 算啊 而且很飽滿 這也是一般臉很窄的人 顴骨不容易這麼有肉 但你很有肉 然後你的手後面就是 你手尖尖的嘛 對啊 身體也尖尖的 我的奶頭也尖尖的 火行人是怎樣 會比較爆嗎 好像桃花比較旺啊 然後 沒有 很容易紅啊 然後比較有錢 就這樣 但是身體不是很健康 心臟不太好 就這樣 對 我也心慾不整 警察你覺得就是 在場啊 就是我的同事們 誰是很能代表 寂寞水火土啊 比較特別的樣子 比如說像Emily呢 Emily 她就有點金型人的樣子 她臉就比較方 她是金型人 臉比較方 然後呢 金型人 要打漏毒 對呀 然後在很多事情 會比較多自己的邊界和原則 對啊 然後一般來說就是 會被你壓著打嘛 因為你是火星人 怎麼會 不會 她會覺得這個規則 就是一直被破壞 然後這個規則被破壞的確 所以對喔 它感覺就比較接近 它裡面比較偏 比較肉更遠一點 有一點像水形容 水形一般來說就 比較柔和 包容度比較大 對 奶比較大 對 超大 我們兩個在洗澡 他好像在後面 很恐怖 然後屁股 然後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走 不要 因為我們這邊 全部都女生嘛 你有沒有辦法判斷說 哪一種女生是比較容易找婚嗎 找婚這件事情 要看熟可能比較容易 可是她也只是發情 也不一定會結婚啊 那你覺得誰比較容易發情 每個要把手攤出來給我 什麼意思 要右手還左手 對啊 就要看這裡這也是發情線嘛 你還好 欸等等等等為什麼 我要發情 我要發情 果汁它那個啊 這個很發 這個超發 你超多條線耶 這個超發 我就覺得超準 他上次心理測驗就是 測那個心域最強 對啊 這個是一個適合繁衍的生物體 那我有個問題 就是有人說他們看人中啊 我只聽過啦 看人中 如果說人中越深啊 就代表心域很強 人中生不一定心域很強 是嗎 但人中生效果很好 什麼意思 就是他繁殖效果 效率很高啊 他可能一XX就中了 聽完都覺得說 不然這樣子好 我們直接拉幾個創作者 或是幾個面相 讓老師來二選一一下 這麼容易得罪人喔 對啊 我們就是來就分析一下嘛 分析一下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企劃香香 來幫我們出題了 可是觀眾沒有答案 答案是減少年負責解答 但我可以猜猜看 好的 可以喔 我們就來第一題囉 哪一對眼睛欲望無窮 這個其實問我有點不準 因為畢竟就是 我認識他們是誰 但是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我以前看命裡啊 大家都會說 有些男生 嘴汪汪大眼這一種 就會很容易 吸引到女生這樣子 就一個是雙眼皮 一個是單眼皮 那你答案是 知道 有猜一個 我覺得這兩個欲望都很無窮啊 誰更無窮啊 好吧 右手邊孫生啦 我是蔡哥跟孫生喔 對啊 我們講眉毛濃 然後如果他本身的這個眼神比較銳利 然後下三白 他的眼珠比較小的時候 綜合起來 這樣的他的欲望是比較強的 可是就是我們這樣左邊那個眼睛很小 所以他忍得住 然後再來是他三根不高 所以他在某些情況下不夠的自信 所以他不會把他表現出來 但他其實內心的這個欲望是很強烈的 而且狂熱的 但是另外一個男生的話其實是 這個應該是玩太多 眼神比較無力啦 就是 他的桃花很旺啦 這個眼睛就似碎飛碎嘛 也是屬於桃花很旺的眼神 可是他不一定是欲望啊 他只是桃花太旺啦 而且我是比摸放得很像 蛤 就似碎飛碎的狀態 對 似碎飛碎的眼睛 是會有桃花韻的眼睛 對 似碎飛碎性 你都這樣出門 容易有桃花韻 好 那我們下一個 哪一個面相中感情比較強勢呢 這是女性的眼睛 旁邊那個很像你耶 對啊 是嗎 可是這樣看不到左邊轉 變化妝 左邊長得像米樂佛一樣 左邊是你嘛 對 你心裡一下想說 假裝自己不一樣 可是我還是想後期 因為左邊有智嘛 我不知道就是 智有沒有辦法代表什麼 這觀音智喔 這個人就屬於就是像 菩薩心腸的一個人 對 那如果是男性呢 男性有這個 也是一樣啊 都是屬於容易寵壞 另外一半的風格 那男性就要找這種另一半 就是會有點像媽媽啦 所以要看男生可不可以接受就是 家裡面又多了一個媽媽 媽媽 就罵他的時候像在罵小孩一樣 對耶 可是你又不喜歡小弟弟 不喜歡 對啊 他喜歡大弟弟 我喜歡大弟弟 你會跟他見識一下我的功力 感情就比較強勢喔 強勢怎樣強勢 是要壓在上面嗎 那我覺得痴痴算是強勢 因為痴痴比較自我 但是你屬於忍耐一下 但就會爆炸 對但痴痴是 他在愛情中如果投進去的時候 他會很直狂熱啊 我會直接把頭埋下去 但如果醒過來那一瞬間 他就是 他覺得這個就不是我要的 對喔 所以你這個人性格就是超級硬 什麼什麼鼻樑又有結 你轉側面就是你的鼻樑有一個 突起來 對啊 什麼什麼 反正你有你有啦 你有什麼 你有突起來 然後突起來就是會比較硬是不是 性格比較硬 然後脾氣比較大 哪個面相以後多指多順 其實他們兩個長得很像 但是 左邊的帥哥 他的眉毛後半段比較沒有 這個大多都是誰吧 幹嘛講帥哥 你直接講的名字他也知道是誰吧 浩哥的鼻子跟阿嘎的鼻子 鼻型其實就不太一樣 阿嘎的鼻他其實是比較有點 鼻孔是有點尖的 是這樣子 然後浩哥是真的是圓形的鼻孔 所以你是鼻孔控 對 請問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形狀的鼻孔 我只要越大越好 喔鼻孔越大越好 對 所以胖狗那種很棒 鼻子挺 對 所以孫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多 多指多孫喔 阿嘎吧 而且他人中很深 你們有發現嗎 他都已經這樣 然後我就看到這邊還是很深 男生會不會生得好 或生得多 看著臥蠶也看得出來 然後阿嘎看起來臥蠶長得比較完整 浩哥的臥蠶沒有長到眼尾 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這個代表阿嘎保養得更好一點 不是因為年紀也關係 沒有沒有臥蠶跟年紀沒關係 對啊 你看羅志祥現在臥蠶還是很大 對耶 對啊 哪一個面相中年後的財運比較旺 這整張臉都有一定看得出來 那時候我們看得出來 你覺得誰比較厲害中年後 小吳的鼻子頭比較有肉吧 比較大 所以可能是小吳 應該說這個面相來看的狀態下 小吳的財運應該是會比阿滴好很多 整個臉的飽滿度很高 鼻頭也比較有肉 所以一路到晚年來看 小吳的這個是穩扎穩打 而且會一直往上成長的 阿滴屬於鼻子超級挺的類型 所以他的面相來說是爆發力很夠 他不會是穩扎穩打的照正規路走 他更多是在做他認為有更遠的事情 或更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阿滴的耳朵很小很小 耳朵越小就是會很焦慮 說到耳朵啊 我之前有聽一說 就他們說你的耳朵最上面 比眉毛高 對 事業會比較好 女生 男人跟女生都一樣 耳朵只要正面一筆眉毛高 30歲前一定可以白手起家買房子 然後如果是香港人可以到3億以上 到10億都有 那我好像還沒到耶 你耳朵沒有高過眉毛 你還好 差不多 你算極了 所以你算聰明了 但不算絕頂聰明 哪一個面相會比較早昏 感覺Jawman的眉毛 是有去那個霧眉過 那你覺得如果說已經去霧眉 或是去微診 會不會其實會影響到 會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 那運會嗎 別人看你不一樣 你命運就會不一樣啊 我覺得右手邊Jawman 很像起來很有自信 你不覺得他的面相就是這樣 看電視座 然後好像 好 我就是要坐 好 我要買房 我要買車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Jawman 我覺得菜哥對於家庭 會有一種渴望 從面相來看是這樣 Jawman的面相來看 就是桃花比較旺 欲望也比較強 所以如果他腦子如果很清楚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可能不一定會進到 早昏的階段 是喔 因為我就覺得他感覺很想要吻下 畢竟形象還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菜哥的概率可能高一點 但只是 要看他什麼時候 願意跨出自己的那一步 哪一個面相會嫁入豪門呢 照這個面相來看 監視庫應該家裡背景就不錯 他應該就不是一般人 所以他可能不是嫁入豪門 他就只是門當戶對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他面相太富貴了 另外女生不夠飽滿 降入豪門的臉 大概是要具備哪樣的感覺 因為這臉要超級露 對 就是臉要很露 然後眼尾這塊的露要很凸 你看他這個露就不多 他這一段 這個地方的寬度就沒有金針度 要寬度 對啊 你看他 他的也很扁 你轉正面來看 等於是他是不是凹進去 但是你看他是整塊都是露 真的欸 對對對對 我懂你意思了 是突出來的 對對對 好的 面相這種事情其實就是歷史數據做參考 那到底命運跟機會是怎麼樣呢 還是要靠自己努力 可以看出來他什麼時候結婚嗎 結婚之前跟發情期有關嘛 這也可以看他手上的發情線 我對我發情線好短喔 發情線是看這個婚姻線嘛 就是0歲到52歲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應該會結成35 如果就從事這一行 然後你面相上看起來 眼睛這麼大 鼻子這麼高 然後你也是35開始是你桃花的高峰 喔 喔 那真的我很辛苦欸 你知道女人三三五 三五一隻虎 四十如虎 對啊 四十如虎 我幹起來 我跟你們講 好的 不管剪相連老師怎麼說呢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的 那希望我可以在35歲的時候 找到如意郎君 然後幹起來 就是桃花的進入婚姻 對 謝謝 那你覺得AMO你怎麼樣 他脫單 可以脫單 對啊 因為他現在就是一直沒辦法脫單 我這樣不脫單可能比較好 因為他不是很能選 偏好我覺得比較有問題 對 他就喜歡大 然後又要有毛多的 大毛怪 拜拜